今天凌晨2点多在台中北屯区发生有轴车呢 连环追撞路边的六台车 但夸张的是这都是驾驶 撞完之后人就离开现场 说警方要调阅监视器联系向车主 但是车主说呢开车的不是他本人 还说自己已经睡了 又警方白天再联系他 提示叫车向右偏移 下一秒大力撞上路旁停放的车辆 撞完继续向前行驶 又撞上机车隔离数台机车 停留片刻后潇洒离去 就有一台车先撞 撞那一台白色的 然后撞完以后就摩托车摩托车 然后走掉了 他就停...我是先停到声音 然后他就撞了一台摩托车 然后在那边的就这样 看他好像有在前面停一下下 然后后来就跑掉了 撞一下就变开了很慢 他就停车... 停两台 我可以停下来吗 没有 我可以再一次 他已经淋了很多了 目击民众看到驾驶飘移 还撞车连连 认为驾驶是酒后驾车 停在路旁的白色休旅车 首先被撞 撞击力道猛烈 车身被撞出车阁超过一大半 连带撞上车头前方的两台机车 造势驾驶随后往前 又撞上机车阁里的一台机车 和两台电动车 总共六台车遭到波及 警方到场调阅监视器 追查该部自小客车 并于附近巷弄内发现该车 车上无人车门上锁 事发就在台中市北屯区 8号凌晨 警方透过车牌联系车主 车主表示并非他本人驾车 现在正在睡觉 要警方白天再打来 警方表示 造势驾驶最高可罚3000元罚还 吊扣驾照三个月 若车主无故不到场说明 或不提供驾驶人的资料 也可吊扣汽车车牌三个月 记得徐凯迪 视频华台中报导 明镜明镜也是有 Kirkral内 明镜isch 明镜明镜 明镜 先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